那些人說愛情令人盲目不止,愛情亦都令人耳狼 不然你怎可以這麼多人接受對方叫你做BB? GG? 什麼地方叫啊? 你三十多、四十歲、五十歲一個男生,老了一件背心 在巴士上,滿身大汗就快下車了 BB下車了,嘩! 嘩! 整個車都跟著你下去了 多少巴士失事都因為這樣,我懷疑 一個肥主,一個肥佬,一個肥佬,BB,姐姐,嘩! 蛤? 是嗎? 你不明白,這些人,他們不顧你什麼身份的 嘩!嘩! 我特首來的 嘩! 嘩! 動盪? 他又不顧你什麼場合的 嘩!嘩!請到酒樓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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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這裡鼓勵你 你是嘩!嘩! 你去不去酒樓大堂,好啊 那些吹吹一下點心那些 嘩!嘩! 看看誰叫嘩!嘩! 嘩!請到酒樓大堂 嘩!嘩! 然後你是嘩嘩! 你在咬牙關,起床啊,去啊去啊去啊 你一起來你就聽到嘩!嘩!請到酒樓大堂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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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人隱搬屋 原本是叫做阿仁搬屋的? 你過不到去情人那關 喂? 啊!你找阿仁 你想搬屋? 你等一會 人隱! 人隱! 童子就叫人隱! 行與人隱拳 因為他沒有情人的 要不然就會變成 為何要來學人隱農拳啊? 你不明白那些人為何一墮入愛河 就會將對方當作是熊貓 一定是打媽媽這樣叫的 我覺得熊貓這個改名制度要改的 以後是應該 郭強和玉鳳已經來到海洋公園了 行不行呢? 但好像不是很行的 因為那你怎麽帶小朋友去看呢? 各位小朋友 郭強已經爬到玉鳳身上了 你不行啊 但你不會跟小朋友說 啊!現在安安在搞家家 家家又搞安安 然後又搞啊 不知道是甚麼 是吧? 郭強搞是玉鳳 今天阿強很不開心 其一句 為何他不叫我做強強呢? 今天呢? 但他更加不開心 我為何因為他 他不叫我做強強而不開心呢? 我根本最討人家叫我強強 整個小朋友殺蟲水的名字 強強殺蟲水 蚊蚊 蚊蚊 泡泡 我 而他更加不開心 我原本今天 我好開心的嘛 我事業又好 健康又好 家庭又好 好過中國好香港好 中國好香港好 我未必好啊 現在我多好啊 你一句 阿強不吃飯 甚麼都不好 阿強都必須要接受 原來他真的過不了鐵達尼極限 有多少人看過鐵達尼號這套電影 好浪漫啊 為何鐵達尼號這麼浪漫? 因為鐵達尼號這隻大游輪上面 你在這隻大游輪上面 你在這隻大游輪上面 你是甚麼都不用做的 除了談情 只是談情 不用搵食 你說多浪漫 只是不用搵食 都已經浪漫死了 迪卡比奧 奇溫斯里 一天在船上 不用搵食 一天到刻 我只是等食 所以鐵達尼號原本有另一個戲名 就叫做一段等食的愛情 我等 沒牽掛的等 等早餐 等到四眼 到夜晚 何日 蛤? 蛤? 又開飯啊? 又開飯啊?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Encore 挺浪漫的 一聽到這個浪漫就沒辦法的 是自然反應的 一浪漫Encore 人類就是這樣 但是告訴大家 這個浪漫是一個極限 就是叫做鐵達尼極限 男性和女性對愛情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我告訴大家 男人在愛情裏面 最重要的要求就是 新鮮 不是賣啤酒廣告的 而女人對愛情最大的要求就是 保鮮 真的很像啤酒廣告 我解釋清楚一點 男人對愛情 就要不停地找一些新鮮的對象 而女人就要不停地要求同一個對象 保持新鮮 所以你經常聽到很多女人和男人 說得最多的一句說話是什麼 你對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 你對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 不是嗎 每個男人聽到都不停地 我認識你兩個星期左右 我為什麼對你不像以前那樣 我為什麼對你不像以前那樣 難道我以前認識你我忘記了 然後又走回來又認識你 我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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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你一輩子 我認識你一輩子 你一輩子都在跟我說 我對你不像以前那樣 難道我前一輩子認識你嗎 沒可能 喇嘛說我前一輩子是一張椅子 還有一張椅子 我不想跟別人聊天 我 各位 究竟這些女生所謂的 你對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 那個以前是何時 是何時 即回票價這個答案 OK 就是當你的男人認為他們最新鮮的時候 科學的說 就是頭三天 你追他頭那72小時 在頭那72小時之內 那些男人會開行他的浪漫 那副Turbo 做盡他以下所一輩子都做不到的行為 他可以對著大海教你吐口水 你又覺得 哎呀好浪漫啊 教我吐吧 哎呀是呀 這堆潭來的 口水是這樣 這堆潭 這堆口水 不是 這堆口水 這堆潭 哎呀好浪漫啊 但是一過頭這72小時 這個男人不會再覺得女人新鮮 而那個女人就會開始覺得 這傢伙需要保鮮 而鐵達利康 之所以這麼偉大 就是大家都過不到72小時 根本不給機會 那個男人覺得那個女人很新鮮 浸 哇 你看著那個男人墊下海 那些水很冷啊 嘀嘀鎮 他都還會讓浮板給那個女生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叫Turbo還在開 不要緊 不要緊 你用 我用刀 你用這麼新鮮 但是他更加偉大 在女人面前浸這個男人 不是一般這樣浸 是一些接近零度的冰水來浸他 嘩 這樣有什麼辦法不保 所以很多女性 和我男朋友看完這部電影 都忍不住眼淚淚的出來 不斷妄約男朋友 因為你死了多好呢 真的 這麼多人浸死你不死的 蛤 看完戲還去哪 不如去游泳啊 趁天氣冷啊 是不是呢 鐵達利極限 就是告訴你 令愛情很難過得72小時 除非你有很深厚的哲學根基 中國近代 有一位很出名的哲學家 那當然 是不夠黎明出名的啦 叫做唐君毅 唐君毅在他生前的時候呢 就寫了很多情信 去追求他那位太太 死後他太太呢 就將他的那些情信 結集成書 就是這一本叫做 智亭光書 亭光就是他太太的名 人家是叫亭光書 不是智亭光書 OK 人家是寫情信都寫得這麼厚的 我們談情談三天 什麼都要談完啦 是吧 還有什麼要說啊 就從頭來過 啊 你也挺劈的 人家不是啊 人家有哲學根基 那裡面呢 其中一封情信呢 就講到愛情的真體了 各位 就是 留意啊 可長可短的 你喜歡長不短嗎 還叫湖水那些 弄四十五分鐘 你先享受一下 OK 他說 愛情是什麼呢 他又說 人生的目的 在於他內在的精神自我之擴大 實現一下宇宙的大精神 男女之愛 就是去擴大內在精神自我的其中一條路 大家現在都知道愛情是什麼啦 我很清楚啦 愛情就是當你發覺你身體裡面有些東西 她說到 擴大 是吧 很簡單而已 很多女士知道呢 日本自己30B 34C 為什麼 沒有愛情 說笑而已 講笑而已 裡面 兩句說話分別提到 人生的目的 而三次提到精神 這兩個字 很簡單 談軍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人生的目的 你的愛情 只不過是精神病的一種 有很多人喜歡說 愛情就是人生的目的 這些人就即是說 人生的目的就是幻想精神病 而有精神病的人 是很精神 亂哭 這些狼緝 簡單一點 唐軍藝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不管你的愛情 過不到鐵達利極限 所以在座 那些情侶 如果你一向有個習慣 要求對方每天跟你說一句 我愛你 你們知道 以後應該加多個要求啦 強強 你今天都沒有跟我說 你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你不知道你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你不愛我 是不是呢 愛情 是不是這麼困難呢 真的似乎又說 IQ 又說EQ 又說AQ 當然不是啦 其實愛情只需要說的是 I.C.Q 在座很多人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不會怪你們 因為我的愛情 是1.5m極速 用了cash處理器 處理的愛情 我能夠在網上同時處理八個情人 作出不同的心靈程度上的溝通 在網上從來沒有一個敢跟我說 你對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 因為以前我是用三八六 現在我是用Pantium第三代 以前以前 你upgrade一下自己 以前 在網上也沒有人剛剛跟我說 要不就分手 要不就手機 你夠哪樣 對 對 我承認我是經常手機 我很吶架 我在網上 Cyber set I like it 你比我有本事 我打字塊 你在槍下去 他在槍下去 被猜到 鼓起來 敢嘆號 敢嘆號 我是強烈推薦網上性愛的,各位 第一,他真的練到打戰 第二,輕鬆的嘛 你一邊打,突然媽媽進來 兒子,你在做什麼? 做愛啊 爸爸還沒回來呢? 而第三,最重要的,各位 安全 你們做愛,你拿個安全套出來,很安全 我做愛,我拿一本notebook出來 我本notebook還有套他 哪個安全 搞清楚這些,這些所謂電腦的性知識 這些性教育,各位 沒錯,電腦是有病毒,但是是沒有外資病毒的 現在還有很多人在問 如果我和電腦一起坐,那我會不會懷孕啊 千年床在家的電腦是有的,但是不是那些床 OK?是不會令你懷孕的 OK? 但是你不要夾著他們坐,很難的 很難的 又有很多人,把自己的電腦給一些十幾歲的女生 與未成年少女交換電腦啊 不行啊 不過,我不想大家誤會了 我在說,上網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不停地跟別人發生關係 又不是的 上網的最大好處,各位 就是你可以跟自己發生關係